在上一段影片我们讲了Extra选项里头上传logo的这个部分 那这一段影片我们来讲自定字体 那自定字体打开会跑到外观底下自定的文字设计里面 它并没有像上次我们在上传图片是直接到网站识别 也直接做设定 它不是它是到一个类似像分类的地方 在文字设计这一个分类底下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个选项 那它有分主要文字页手导览标记等等的 那有些项目点进去它还有在细分 比方说像部落格底下就在细分是汇整页还是文章内页 那点进来之后我们才有可以设定的选项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乎是每个点进去都是一样的设定 不是百分之百一样但是几乎就是这几个选项 比方说字体然后字重英文字母大小写字体大小 含高大概就这几个选项而已 所以我们回到上一层来看 就是每个东西点进去你就会看到大概就是这几个大同小异的选项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部分叫主要文字设计 那我们先在这里把几个选项说明一下 第一个你会看到字体那字体就是让我们选择字体 这跟你在WordExcel等等的这些软体里面用到的方法都是一样 只是我们在WordExcel可能你是先把字选取 然后再变换字体 但这边它就是直接选字体 这是因为我们在做网站的时候跟其他的文字编辑软体 应用这个字体上的方式其实不太一样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因为这主要是透过CSS的方式来把字体应用上去 好那在这里还没展开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预设系统字体 所谓预设系统字体就是我不指定这个字体是什么 那在不同的电脑不同的移动装置上面会显示什么样的字体 就交给他们自己去决定 这可能是由软体决定也有可能是作业系统决定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目前我画面上的这一个浏览器 它是Chrome的浏览器 就是Google出的浏览器 在它的设定里头 你可以在它的网址列输入Chrome 冒号斜线斜线Settings斜线Fonts 就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你会看到Chrome它本身它有设定 比方说标准字形它是制定 然后这个serif字形它是选了送体凡 等等它会有相关的设定 那包括我的作业系统我是Mac 那我的作业系统也会有自己预设的字体 所以这一个预设系统字体的设定 我们只要知道说它就是不指定字体就可以了 那在下面的字体你会发现 为什么它不是预设系统字体 它是用了一个计程 那其实在Extra这些外观字定里头 很多选项它的用词都是跟CSS的属性语法有关系 所以在这里它用的也是一样CSS里面的用法 就是去继承 那继承谁呢 继承上面这一个字体 所以我这里就是我的最基本的 就好像我们前一段影片里面有讲 那个单位叫EM EM它是一个单位 可是这一个一个单位到底是多少 它可能是两pso可能是三pso 所以你就要往上去找出那个EM它的值到底是多少 那同样在这里 我字体我继承 继承上面这个字体 所以如果我这里设定的是预设系统字体 不指定字体 所以我继承了什么 我继承了也是不指定字体 那如果我这边改 比方说改Ariel 那我继承就代表我也是Ariel 我就跟它一样就对了 这个就是继承的意思 所以第一个它并没有继承 因为它就是最根本的 所以它没有继承的选项 包括这个大小血也是 它就没有继承的选项 可是从这一个以外 就开始有了继承的选项 好那我们接下来把字体 这个下拉选单展开 你会发现它主要分两大类 我们看的是这个黑色的出体字 那这个类别是不能选的 没办法选的 你只能选类别下面的字体 好那第一大类叫做系统字 那你再往下拉一点 第二大类就是Google 出的云端字体 好那我目前只看到这两大类 其他都是Google Google非常非常多的字体 好那我们再回来讲 什么是系统字呢 系统字就是比较常见的字体 就是用这几种字会比较安全 可能大部分的电脑上面都会有这些字 但有没有可能还是没有这个字体呢 当然也还是有可能 那如果对方的电脑没有这个字体 那就会变成刚刚我们讲 没有指定字体的那个情况 就是它自己规定的什么字体 预设是什么字体 那就跳什么字体 好所以上面的系统字就是 有安装这些字体 常见会有的 好那 Google字体呢 它是比较安全的 就是说这个字体是放在网路上 所谓的云端 所以如果我电脑里面没有这个字体 我就会去读云端的网路上的字体 所以我的字就可以比较有保障 它会保持那个字体的样子 那在这边Google的字体有这么多 我怎么知道这个字体是长什么样子 好所以我们来到Google官方的网站 这边就有列出它所有的字体 而且它都有范例 比方说这一个拉头这个字体 它就是长这样子 好然后 别的字体长什么样子都有列出来 而且你可以调整它的大小 看看它在小一点的情况之下 或大一点的情况之下 好不好看 你就知道说 这个字体适合当内容文字 或者是适合当标题字 那它现在的上面这个示范的字 是它自己乱跑的 它自己显示 你也可以显示 你要的字 比方说 I am jac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这些字在不同的字体 显示出来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也可以打中文 然后右翼 那你会发现 有些字体它是没有中文字的 那这很正常 它就只有英文字跟数字而已 那我们可以再打数字 比方说 1990好了 那数字就应该都有 那你看有的数字是长这样子 那有些数字是长这样 你就可以去挑选 那甚至它可以根据你的语言 比方说 我现在要挑中文的 好了 那我选这个正体中文 那正体中文有两个 就是TC traditional chinese TC 那这个就是私原黑体 跟私原名体吧 应该是名体 好 所以这两个 我们有吗 那我们回到extra看一下 我们可以在搜寻字体的这边打 然后打TC 那你就看到这两个 就是刚刚出现的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选 这个正体 私原黑体 就会出现 那我就 我的字体就会应用上去了 那我再选另外一个 名体 所以所有的字体都变名体 你们看到这个1就像我刚刚说的 它的结尾是有这样突出来的 好 所以在字体这边 你就是可以去google phone 这个官方的网站来挑字体 那挑完字体之后呢 再回来选 这样是比较合乎逻辑的 除非你 就是直接要用 这个 私原黑体或名体 就像我刚刚那样直接打 TC 好 那就会出现在 下面这两个 那英文字的部分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调 因为太多了 我有找到几个网站 他有推荐的 比方说像这个网站 他是根据使用量 就是别人有浏览过 或者是有使用的 然后做了一个排名 就是前15名 这边就有列出来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是前14名 这边有一个前20名的 这个我都会附在影片下方 让大家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别人在用什么样的字 然后什么样的字 是比较受欢迎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字体变化 这个字体变化 其实跟字重 其实是比较接近 就是说 它其实都跟字的粗体 粗细有关系 只是说字体变化 它比较是 这个字体本来就有提供 这样子的 粗细的字体 比方说 你看像我们的 诗原黑体 它这个地方有个 regular 就是标准 标准的字体 但是它也有比方说比较细的 或比较粗的 所以这一个字体 其实它就提供了 一二三四五六 六种 所以你就可以 在这边是挑选对应的 它有数字 可以让你挑 前面英文可能我们这边有做翻译了 但是你可以根据它的数字 那有些字体可能没有提供那么多 那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也可以透过字重来做调整 所以这两个可以让你调整字体的粗细 然后再来我们看英文字母大小写 那跟中文就无关了 那它就只会影响到英文字而已 好 那它有预设的选项 不使用首字母大写 全部大写或全部小写 那这些应该这样子 从文字上就可以理解了 好 接下来就是字体的大小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改变这个数字来做调整 那这里还有一个符号是桌上型电脑的符号 所以我们可以按下去之后 这个变成平板 然后再按一下变成手机 所以我是可以针对手机板 平板跟桌上型电脑 主要是宽度 不同的宽度的萤幕 来指定不同的字体大小 这是可以做调整的 那在这里我看到这个像素这个单位 它是灰色的不能做调整 所以在这里就只能使用像素来指定字体大小 好 那行高 行高就是当你有两行字的时候 这个上面这一行跟下面这一行中间的距离 比方说我把它拉大一点 是不是行高就增加了 来 段落下边界 好 因为我这边只有一个段落 如果你有很多个段落 就是段落跟段落之间的距离 它就会增加 好 所以就可以透过这个来调整 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字体的大小 我们刚刚调整字体的时候 是不是全部都改变了 但是字体的大小会全部都改变吗 我们其实可以调整看看就知道 假设我把这个调整成20 其实你再开一个首页来比对看 你就会知道哪边有改变 大概就是像选单的这些字啊 然后这个文章资讯 文章内容文字 然后这些小工具里面的文字都有变化 那标题像这个就没有变化 所以具体你会改到哪些字 很难说现在就跟你说 这个就是管了哪些哪些哪些 最好就是还是要实际去调一调 像这个小标题其实也有改到 那通常我们会再搭配其他细项来调整 我这边就是比较大略性的调整 然后假设我要改这个文章资讯 我可以到部落格 然后因为我现在在汇整页 就是列表页 然后如果你是点进去才叫文章内页 好我改文章内页好了 文章内页只有页面标题可以让你改 所以就是这个可以改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改 比方说字中好了 改重一点 所以它就是有改到 但是没有很明显 我们改字体 改成55好了 这个就变很大 那我们回到首页 我可以在这边换页没有关系 不会影响 然后会整页的文章资讯 比方说我让这个字体大小变 再小一点 11好了 那就变小了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我们先调整主要文字设计 那调整完这个之后 你看到哪个地方 你觉得不满意的 那你就去找 比方说我现在觉得我的选单 可能字太小了 或者是我的选单 我不要用明体 我要用黑体 那你就去找选单 比方说选单是放在页首里面 好 那里面就有选单 那我就可以在这里把字调大一点 刚刚我们的主要字体 那边的字体大小是15 所以如果你要变大 你就大于15 比方说我调19 它就变大了 好 那 那这边还有 比方说大型选单的时候的选项 然后直选单 那当你要有直选单才可以调 像我这边就故意放了服务下面 我放了两个项目 所以它就有直选单 这一块我们叫直选单 好 那直选单的字 就是我让它再 我让它小一点好了 好 变成15 那它就变小了 如果我没有 它就继承 就是一样大 都是19 那如果我在这边再回复15 这里就变小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去找出 我觉得我调完主要文字设计之后 这个地方我觉得不满意 那个地方我觉得需要改 那你再一一找到 对应的项目 然后去改就好了 好 那讲完这个选项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界面来调整的部分 我们来讲CSS 那CSS部分 如果你觉得这边太深奏了 你可以忽略 就不要看 没有关系 好 那我们前面有讲到 我们在Word Excel这些文字编辑软体的时候 我们是先把这个字选起来 然后再去选字体 它就会改变选取的字体 但是我们在网页上不是这么做的 那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那我们在Chrome的浏览器里面 对着我们要的字 点右键 再选检查 这时候 你会看到两块 这一大块视窗我们都称之为开发者工具 然后你会看到第一块是我们现在这一个页面的原始码 然后它会自动选到 你看它这边有蓝底 它会自动选到我们刚刚点右键的位置 不是选取哦 我刚刚只是不小心好像选到 但是它并不是选取 它是我们刚刚在这上面点右键的位置 是在这一块 而且它是这一块哦 不是说刚好那个字而已 好那再来 那再来这一个视窗 就是对应 比方说我现在这一个P的这一个HTML标签包起来的 它是被赋予了哪些属性 那开发者工具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那我们在这边因为主要是讲到字体 所以我们只看字体就好了 在这里你可以去找出这一段文字 它是被赋予什么字体 然后我们往下卷 我们要找的是FoundFamily 所以它是被赋予了这个 诗原名体 因为我们这边指定了诗原名体 所以它就被指定了 好那它是 它其实是指定在body 所以你在网上找 你如果对一个网页的HTML架构了解的话 你就知道所有你看得到的 它都是放在body 我们先知道这样就好了 所以它刚刚这里 它针对所有的body 这个标签去下这个字体的时候 就是所有你看得见的都会改字体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是被划掉 那就是我们又在别的地方 再针对更细的去指定 所以更细的时候 好像刚以现在这个例子就是那个P 那个P有自己的 有自己的自重 有自己的自体大小 所以我就不吃你body的自重跟自体大小 那我们来找body size 所以我foam size是百分之百 其实就有点像计程的意思 那这边黑体的部分就是P 就是因为P 所以我的自体大小是百分之一百 就没有吃到你的15p 可是其实因为百分之百 就等于计程 那还是15p 所以在这里有个夜签 叫做computed computed 在中文我们就讲 以计算 计算完了 所以是最终的结果 在这里 在前面这个style 是样式表 那他有可能被宣告好几次 比方说他可能被某个样式 宣告了这个P是15像素 可能另外一个又宣告19像素 另外一个又宣告22像素 那到底谁赢 那你可能在这边找 也可以找得到 只是比较累 因为你要一直卷 那输的就是被化掉了 那赢的就是没有被化掉 但是从以计算 计算完成 就可以看到 stay in 好 那比方说我们看 form family 就是字体 好 那字体就是 最终计算 就是 名体 好 然后 你往下移 这边有个小 箭头 点一下 就会移到 就会跳回样式 然后告诉你 这一段是在哪里宣告的 好 我们再往下看 你看 那 phone size 就是 100% 可是实际上它 计算出来是 13.68px 所以它也不是刚好15px 好 然后它的自重什么的 在这里 现在我们在 已计算的地方 拉到最下面 你可以看到它 最终 显示在你的荧幕上 在你的 系统 电脑上 或手机上 出现到底什么字 那它现在显示的是 私原名体 没有错 我们用的是 私原名体 显示出来是私原名体 因为它是云端字体 虽然我的电脑里面没有 私原名体 但是它有显示出来 那如果我把它改成 不指定 我们刚刚讲 预设系统 自己就是不指定 那不指定的时候 它会跳什么字 好 我们往下拉 它跳了 我Mac系统 叫做平方 它是苹果那个平 因为苹果电脑嘛 方 就是方正的方 平方的繁体 所以我的电脑里面有个叫平方的繁体 那英文的部分 它是跳了这一个字体 所以这是在我的电脑上 因为不指定的情况之下 跳的字体 那你在你的电脑上 假设你是Windows的系统 你就绝对不可能跳平方 因为预设是没有的 除非你自己有装 即使你有装 你要去调整系统的预设字 刚好也是平方 才会跳这个字体 所以你就可以从这里知道说 现在到底 画面上跳了什么字体 好 我们举个例子 在我优异教学网 我内容自我 我们可以点右键然后选检查 你可以在这边以计算 看出它到底被指定了什么字 FoneFamily 它被指定了第一个Vadana 这个是英文的字体 所以如果我前面直接就放这个 我这边是微软正黑 我直接放微软正黑的话 那些英文字母都会跳微软正黑 这一个字体的英文字 但是我不想 我想要 中文是微软正黑 可是英文字是Vadana 所以我就把Vadana放前面 所以它会优先 如果有Vadana的话 它会优先显示Vadana 那没有的话 它才去往后面去找 那什么情况之下没有 可能就是中文字 那再往后找 好 那在这里你可以看我 结果是什么 我在这里并没有平方啊 我这个是平方繁体 我这边只有Vadana 有微软正黑 微软亚黑 没有平方啊 为什么 因为我的 现在这台Mac电脑里面 没有微软正黑 也没有微软亚黑 都没有 所以它就跳一个我的系统字 好 我刚刚讲这么多 主要一个重点就是 教你怎么看 目前 你的画面上的字 它是被指定什么字体 然后 你实际上跳出了 显示的 到底是什么字体 所以刚刚这个例子 你发现是不一样的 我可以看到它指定的是这些字 可是我电脑没有这些字的时候 它实际上显示的 其实是平方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所讲的 所教的 就是要你知道 怎么样找出来 目前已经有的东西 它是怎么被指定的 然后它到底是怎么被显示的 那接下来我要教你怎么去 透过自定CSS 去改 比较细的地方 好 那我们回到 Extra这个自定的画面来 我现在举例 比方说我这一个选单 我只要 第二个 就是关于这一个 它的字体 不一样或比较 大 我要怎么改 我如果从这边 主页手 去改选单 我是这四个一起联动的 我能不能只改到第二个 不行吗 所以我只能透过自定 CSS的方式 这个就是我讲的 可以改到更细节的东西 但是 介面上并没有 提供 让你修改的选项 所以你只能透过自定CSS 好 怎么改 我们对着它按右键 因为我们要改它 选检查 然后跳出这个视窗 好 这个地方我可能要 调整一下它的宽度 因为刚刚宽度太小 它就变成汉堡了 就是三条线 那个叫汉堡 好 那 但是现在的 右边 这个就变上下了 这个 网页的原始码在上面 然后样式已计算在下面 这个就 因为宽度不够 所以变上一下 这样也是OK的 好 我们再 点选一次 它就选到这里 好 选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在上面这边有一个 Menu Item 13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 你看哦 如果我是对着 夜守 选检查 我们往上看 它这个Menu Item是12 Wordpress有个好处是它很多东西 它都会另外给它 有一个ID 所以它就可以 根据这些ID去改更细 所以我 如果要改关于 我就是针对这个Menu Item 12 对不起 13 首页就是12 好 那我就可以在 13这边 点一下 然后按加号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 这一个选择器 在CSS里头 我们称之为选择器 因为我选到这一个 然后针对这一个来做 属性的修改 所以它自动帮我把这个 写进来 我不需要自己去输入 这个字 好 然后我在大括弧里面 再点一下 然后就可以写东西 那我先写大小 Fone Size 因为看到我打FO 它就自动会跳出 可以符合我这几个字开头的 什么Fone啊 Fone Family啊 等等的 那你就可以直接用选的 或者是你直接按Tab键 它会直接跳到 冒号的右边 好 那在这边我们改 比方说20pixel好了 那在这里你就看到 它就是 关于就比 夜手来的大的 可能 20还不是很明显 我们改 我们改自重 比方说我是Fone Weight 然后我改900 最初的 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到 关于就比 夜手黑 所以我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修改 选单上面的第二个 这一个 好 那这时候 如果我画面重整了 这个就不见了 所以 你不能说我这样子就好了 我就要离开了 你还没存档 那存 这边没有办法存的 你就要复制 好 复制完之后 我们在左边 找到最外层 最上层 然后附加 CS这边 我们把它贴上 好 然后 发布 这样才算 有储存到 好 所以我 再 回到这个 首页来 我重整一下 这一个就有了 有改到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透过自定 CSS 去改 比较细的地方的 跟字体有关的选项 好 那这段影片就为你介绍到这里